南海侦察赛升级 全程明码飞行 强度罕见 海军陆战队获成西太主力 美军版游击战法怎样推演 美日英澳举行首次线上领导人会谈 对话战略是重点 美国同时寻求与中国举行高层会晤 释放核种信号 推动太平洋威慑计划 鼓吹打扫四大支柱 美军方强硬依旧 钱不够砍项目 F35首当其冲 原本的香波波为何忽然不受待见 五代机遭冷遇 四点五代战机受青睐 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战略构想 中美关系的静与和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魔史给大家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尹卓老师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老师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本周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美军在南海的行动是越发的嚣张 美国的一些军事将领也不断地推出 所谓的具体的印太战法 而另外一方面美方主动发出邀请 要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拜登政府说是中美关系是基于美国利益的一种 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种竞合关系在未来 有没有可能实现双赢呢 那在展开讨论之前呢 首先看一看全球媒体都有哪些关注 进入今天的媒体聊往台 把时间交给小叶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澎湃新闻关注到了美印太司令部的威慑资金报告 文中指出 这一报告的提出将会使该地区现有的军力平衡 趋于更不稳定 从而引发新一轮地区动荡不安 我们继续来关注 针对近期 每一元将F35项目称为老鼠洞的言论 美国大众机械表示了认同 文中指出 这一项目有很多环节是找不到别的替代方案的 这显然是一个很久错的情况 对此 美国军事网站报道称 F35项目要开发三种用于不同作战环境的版本 这样的复杂性增加了成本 从而延误了研制进展 这之后又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增加设计的复杂性 试图让F35做到太多 最终导致了该项目的失败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 新华社发表评论称 长期以来美国巨额军费和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 都只是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利益的角度出发 不误于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 而损害的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 更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的本地 这就是媒体亮望台的全部内容了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3月8号的时候 美军的一架RC-135W电子侦察机 对华进行了一次罕见的抵近侦察 全程几乎是明码飞行 针对性很强 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它的飞行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公布的消息 3月8号上午 美空军一架RC-135W电子侦察机 从冲绳加首纳起飞 先后沿着中国广东海南岛西沙寻岛海岸线 进行抵近侦察 一度逼近中国领海基线 仅28.34海里处 更罕见的是 此次侦察 美军机开启了ADS-B信号 几乎全程明码飞行 此外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网站7号 刊发了美国推移海军上将 斯塔夫里迪斯的一篇文章 炒作未来美军在太平洋对华作战的设想 文章认为 在美中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 美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将得到提升 在闯入南海和中国的防御岛链内之后 美海军陆战队将使用武装无人机 导弹等多种武器展开进攻 并试图夺取陆上作战基地 同时美国空军将把更多的 远程轰炸机和战斗机 转移到关岛 日本 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地的基地 或是一些偏远小岛上 试图以这种敏捷作战部署模式 增强太平洋地区美军战机的机动性 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国一个推移海军上将 他最近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他认为岛链不是未来交锋的中心 而且他给这个海军陆战队 有一个新的定位 他说海军陆战队会是这种交锋当中的 主要的机动力量 您怎么看 陆战队其实是 它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分兵部市守相关的岛屿 通过岛屿包括部署 陆战队的有声力量 以及弹道导弹或者巡航弹 对有关国家形成所谓威慑 那么这威慑的结果就是 以对方的比方说大宗城市 为绑架对象 绑架对象之后 就是有关国家的决策者 在使用武力 或者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 心有一定的这种考虑 不太会马上就动手 林老师 我们看到海军陆战队在亚太 它推行一个战略 叫远征前进基地作战 好像是把它分散 然后起到一个 重在侦察和监视的功能 这不是跟它的改革 有点相悖的意思吗 陆战队有它在冷战时期 后来就在大国竞争里头 也起了重大作用 它重大作用是什么 就是部署快 投送快 因为它合成性强 就从远征分队开始 它就是合成的 到远征旅 到远征部队 远征市 远征部队 全部都是合成化的 它这种合成化的 使它在对付小规模的冲突 只有中等规模冲突和大规模的冲突 都能够使用 另外呢 现在美军考虑 今后陆战队的使用 就跟大国竞争 特别在亚太地区 主要的兵力向后输缩 但是在这些 岛链前沿部队的防御上头 它现在又把陆战队 开始要在前沿部署了 你比如部署 陆战队 它要赋予它反舰导弹的能力 按机的反舰导弹 再有一个陆基的宙斯敦系统 这也是陆战队它要守卫 另外还有 它可能今后在这部署 中程导弹 那么中导的使用 它的防卫 也还是要陆战队使用 所以陆战队变成一种 机动使用部队 在它印太总部的作战范围内 什么地方热弹爆发了 陆战队就能够 马上应急投入进去 在2019年发布的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 规划指南当中 它就提出这样一个思路 说美国海军陆战队 要打造出一支 可以与等量对手的战争当中 自由行动的武装力量 那它这样的一个设想 能不能够实现 那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 相关的深入的介绍 小叶 好的 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 在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 武装力量里 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是一个独立于 陆海空三军的独立军种 巅峰期陆战队总兵力 达到了20万以上 达到美国陆军的四分之一 超过了英国和以色列 三军的总兵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 最大的强项是登陆战 但它最后一次大规模 登陆作战行动 还得追溯到 朝鲜战争的仁川登陆 其后的海湾战争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登陆战斗群 只是在波斯湾扬动 到战争结束了 也没有在科威特或者伊拉克 发动登陆作战 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坐着汉马冲进科威特的 近年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转型 从专注于打击 中东地区的叛乱分子 转向发展在西太平洋 越岛作战的能力 我们先来看 改革重心增强制海作战能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在2020年3月23号 发布了一份官方新闻稿 部队设计2030 公开了未来十年的转型规划 其中明确指出 要削减陆战部队 增编导弹无人机等先进装备 我们再来看 改革的副作用 陆战队失去陆战能力 然而这一改革 却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 那就是陆战能力的缺失 改革后 海军陆战队的总人数 将从现在的18.2万 削减至17万 相当于全部作战兵力的10% 同时陆战队还将放弃 所有的坦克和大部分的重型火炮 目前全部三个海军陆战队 师储坦克营都会被裁车 炮兵营则从21个减到5个 步兵营从24个减到21个 两栖载联从6个减到4个 这些装甲载具和火炮的削减 无疑将会极大的损害 海军陆战队的陆战能力 这会令美国海军陆战队 可能难以完成 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 最基本作战要求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我们再来看 在3月12号 美日印澳的四国领导人 举行了首次的视频会谈 来共同探讨所谓的围堵中国 那同时美国军方也推出了 他的太平洋威慑计划 包括所谓的四大支柱 来夯实他的印太的军事部署 具体情况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3月12号 美国 日本 印度和澳大利亚 四国领导人 首次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讨论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 以及海上安全等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重申 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 至关重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拜登一直表示 要团结盟友 遏制中国在所谓印太地区的活动 12号的视频峰会 是他为此迈出迄今最大一步 不过日本共同社评论称 日美澳印的立场显然存在差异 除了积极拉拢盟友和伙伴 美国印太司令部 近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 名为太平洋威慑计划的预算报告 要求国会进行翻位拨款 在未来五年内 向这一计划投入约273亿美元 用于增强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 威慑能力 据《亚洲时报》网站披露 为实现太平洋威慑计划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声称美军要打造四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增强 联合部队杀伤力 其次要改进所谓印太地区 兵力结构及部署 第三要加强所谓联盟和伙伴关系 第四演习实验创新 有分析称 太平洋威慑计划的出炉 意味着所谓印太地区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 前司令戴维森提到了 他比如说四大支柱 第一个强调的就是 反导防卫能力 然后接下来 刚才尹老师也提到 比如说要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在这个区域 最可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现在看的话 关岛 特别在最近能看到 在阿拉斯加的关岛 这些重点的岛屿 也在加强防御 为有声力量 从加索纳 从冲绳队退出来的 撤出来的陆战队的 有声力量到 关岛去部署 现在正在关岛盖房子呢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说美国这么多年 给台湾卖了那么多武器 而重武器 它到底是真的给台湾用吗 给台湾 台湾 它没有用M12主战坦克 那么重60吨坦克 那台湾自己的坦克 30吨4吨 那演习的时候 还帮一下掉沟里去了 因为它那个 从三距离水网倒田 它不适合这种 大的作战平台 进行使用 但是呢 它已经放到这里来了 就装备前置 它搞了一个 前置装备 但是有声力量后退 您老师怎么看 刚才提到 这美日英澳四国领导人 在12号举行了 一个线上的首次会谈 美国 日本 包括大利亚 都想搞一个 所在亚洲的小北约 这个意图非常明确 但是里头的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印度 印度现在跟这三个国家的 军事协作都是点对点的 就是它没有参加多编的 虽然现在参加多编这个谈判 它把它列入在 外交和安全事务范围内去谈 但是并不 没把它引入到军事同盟关系上 我们看新印度现在的 这个军费的头像 就特别是引进的新装备 包括它进入的核舰艇 航母的发展 另外它这个主战坦克的发展 仍然还是俄罗斯系列的 只是加了一点美国的 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印度目前为止选的 仍然重点是俄罗斯 这样一个走向是很清楚的 这样的话 让美国想拼凑亚洲 小北约这个力图 没有印度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我们看到四方领导人的 安全对话当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是半导体芯片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拜登政府 她的战略是谋求 组建一个所谓的国家联盟 然后实现前沿科技的 垄断霸权 美国这个想法 能不能够实现呢 关于这方面内容 小叶那还有什么新的观察 接下来时间还是交给她 小叶 好的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近年来各国相继推出了 将人工智能 应用于武器装备的发展概念 而开发人工智能 所必须的卷积神经网络计算 高度依赖于图形处理器芯片 去年在人机模拟空战中 以5比0的比分 战胜人类F16飞行员的 阿尔法狗斗人工智能 就是使用美国英伟达公司的 专业图形处理器开发的 除了人工智能领域之外 传统武器也需要 大量地用到芯片 如F35战斗机的 全景座舱显示器和头盔显示器 都用到了美国AMD公司的芯片 报道显示 为了利用芯片产业 创造军事领域的优势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开展了电子复兴计划 重点是通过与美国企业 建立伙伴关系 来研发军用芯片技术和产品 同时美国国防部还在倡导 可信赖和有保证的微电子等计划 以确保芯片供应链安全 该计划在2020年的 90种国防部研发计划中 位列第二 但是美媒却表示 美国政府很难完全控制 半导体芯片的生产销售渠道 美国芯片生产很多没有在国内 包括英特尔 高通和超微 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芯片 也都有外包海外的业务 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业中 所占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37% 下降到了12% 美国本土制造业中的半导体公司 很多是掌握技术 却没有生产能力 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切断 这些芯片在市场上的流通 沙晨 好 谢谢小叶 其实拜登政府它的战略很清楚 就是谋求组建一个国家联盟 所谓的科技民主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一个消息 11号路途社报道 说中美两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 然后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它主要是要加强 有关出口管制的沟通 怎么理解这个两个不同的信号 芯片技术发展 并不是说你想垄断 就能垄断得了的 按照美国特朗普政府期间的 高级幕僚班农 他们发表的报告非常清楚 就十年前 那么美国控制的芯片的概率 多少呢 在全球范围内 25% 握在手的相对的优势 但是在两年前 他们在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到10% 那么他们还搞了一个预测 就再过5年 5% 所以他们现在 急于要搞这样一个联盟 最主要的还是要封锁这个技术 但是这种东西 我觉得不是说人为能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 所以它现在又采取另外一招 跟你谈 跟你接触 包括谈怎么样在芯片上加强合作 它其实也是一个套路 比方说原来我们基本上可以造出飞机了 大飞机了 那美国说你别造了 你造什么飞机 我卖给你 就像卖到公司 完了以后你可以造这个飞机的尾翼 美国就是这个套路 当你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 特别是在芯片领域 有了突飞猛进步的时候 它就开始怎么样想办法 把你给拢过来 通过这种接触 通过这种谈判 把你给捆住 同样也是一个套路 所以事实再次说明 科技的自立自强 它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威慑计划当中 其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团队 已经暗示了 就是为了把资源要用于 集中的向大国竞争倾斜 那有一些原来的重大项目 可能会被砍掉 这里边就包括F35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 据美国军事网站3月5号报道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亚当史密斯 近日对F35战斗机项目 与美国国防部 未来战略的符合程度 提出了质疑 并将这个最昂贵的项目比作 把钱扔进了一个耗子洞 希望五角大楼 减少对五代机平坦的依赖 据美媒报道 包括发动机在内 每架F35战机的标价 约为1亿美元 虽然具备隐形能力 配备高科技传感器 但F35一直存在发动机起火 结构裂缝等故障 需要大量维护 按照最初构想 F35计划生产数千架战斗机 已取代美国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武器库中 几乎所有四代战机 不过在首飞15年后 美国空军仅装备了250架F35 福布斯杂志网站2月披露 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表示 为弥补日常行动中的不足 美空军将考虑 全新设计一款4.5代 或5代减战斗机 取代嫌疑的F16战斗机 此外 美国国防部对F15EX 这样的四代加战斗机 开始青睐有加 按照计划 美国空军将在未来五年内 装备76架F15EX 后续装备总数 可能会达到144架 我们知道美国对于F35 投了巨大的资源 但为什么在现在 美国又往后退呢 首先一个F35这个项目 从美国的角度评估 不是非常成功 它原来设想的就是三军通用 实际四个军种通用 但为了照顾陆战队的 垂直短距起降 它改了单发的 改了单发以后 海军实际海军F35C 就非常不好用了 因为单发一旦出了故障 就掉海里头 海军例以来 所有的舰载机 必须是双发的 另外由于它是单发的 这个重量增上去了 那么因此F35 它是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的 而超音速巡航能力 是五代机的一个标配 那么因此 你F35准五代机 还是五代机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为了保持隐身性能 它的弹舱过小 如果带上反水面目标的 这些导弹 它带不了 弹舱装不进去 为了适配F22和F35 美国专门研究了 一系列的小直径炸弹 一旦小直径了以后 它的射程 它的这个爆炸威力 摧毁威力 就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因此 F35这样一个飞机 影响了整个美国 一代飞机的这个 就是它的作战性能 远远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 同时价格又大大上升 现在E2 甚至它卖给盟国的 是在2亿多 因此很多盟国 开始诸步短后退 就本来买60架的 可能只买十几二十架 原来预计大概有 4000多架的这个市场 那么现在可能减到 会减到两三千架 这样一个规模 那主要是美国用了 让美国各个 就跟军工集团有关系的 这些议员非常不满意 那么怎么取代 必须用四代半飞机 四代半飞机 美国有很多成熟的型号 比如F15 F15 它给沙特F15S 性能接近了古代机 只是在隐身性能上差一点 那么有F22T 它多几十公权 F35 那么剩下的攻击 就是由这些四代半飞机 去攻击 作为攻击应用 这样的一种搭配 美军来说认为 这是一种消费比最高的一条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F35 这样一个项目 像尹老师所说 一拖再拖 一涨再涨 一降再降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时间呢 还是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 相关的深入的介绍 小叶 好的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 对于F35战斗机的态度 美国空军的态度 也与传统上产生了变化 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 不久前表示 F35是法拉利 您不会每天开它上班 而只能在周日开 与之类似 F35是我们的高端战斗机 要确保我们 不会在低端战斗中 过多的使用它 言下之意 布朗将军把F35 当成与F22并列的高端战斗机 这与该机在1996年时 提出的最初构想 大不相同 按照当时的设想 GSF项目原本要生产 数千架战斗机 以取代空军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库存中几乎所有四代战机 并与F22构成高低搭配中的 低端战斗机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美军也试图让F35 做更多的事情 该机不断地增加任务需求 任务系统也日益复杂 时至今日 仍有800余项细节问题 尚未解决 不仅如此 在F35项目启动时 洛马公司曾信誓旦旦地声称 F35的日常使用成本 将比其你替代的 F16 FA18 和AV8B等飞机低 但是到2013年初 洛马公司官员也不得不承认 F35A每飞行一小时 费用高达3.19万美元 F16CD则为2.25万美元 前者高出了40%以上 沙尘 好 谢谢小叶 从高大上的后撤一步 比如从五代退回到四代半 能不能适应它未来的 这种战术战略的意图呢 它实际上正是适应 它的战略意图 它才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们说F22和F35 它们作战半径都比较小 F22大概在1000左右 F35大概实际上 是有700多到800 这样的话 它如果部署在航母上 部署在作为空军部署 比如说部署在韩国 日本这些基地上 它对亚太大国 形不成重大的威胁 它的作战半径太小 你如果一队是 加约机跟它走 加约机本身就是 一个重大的暴露因素 你只要加约机跟着 人就知道这个机群过来了 但是反观看 现在四弹半飞机 作战半径都比较大 另外特别是 加了保性油箱以后 它作战可以扩大 至少50%到60% 那么因此可以达1500 甚至更高的 这样一个作战半径 而美国的航母 最怕的暗机导弹 它要退得稍微远一点 使它脱离人家的火力范围 然后舰载机起飞去攻击 没有大航程不行 所以看到美国 在武器装备上 它是调整了思路 更加的务实 但其实我们也希望 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 这种看法 能够更加的务实 3月18号 19号 我们看到中美 要举行高层的战略对话 腾老师怎么看 就是这样的战略对话 这种高层的这种沟通 对于中美关系 未来的走向 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 用国务卿布林肯的话 来讲的话 他就是要 中美战略竞争是常态 那么有可能的话 进行合作 但是必要的时候 美国就把中国 当作对手和敌人 这是他在 3月3号的 外交政策演讲当中 一个定性 就是说可以对话 而且这次对话 我们看到 选在阿拉斯加 安克雷奇是 双边的这个级别 都非常高 那么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 比如说布林肯国务卿 按照美国权力排序来讲 他四号人物 所以显示出 双方恢复对话的这种意志 或者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毕竟中美两国 在全球范围的合作 在地区事务的合作 在双边同样的合作 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你美国想着拉帮结派 想搞印太威慑战略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纸上谈兵 你根本不可能实现 自己的图谋 所以在这样背景下 我讲这一次对话 它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就是中美关系 可能在未来 至少在未来四年当中 可能会走向一个 相对稳定的轨道 感谢两位专家 精彩的点评和解读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再回来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 当今世界最重要 最复杂的一对国家关系 所以无论从两国 还是世界人民的 共同力出发 合作 都应该是中美两国 追求的主要目标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